小野 宽快小野的Don't Stop Together 今天是新手教學的第二十二集 今天這集我打算要來殺遺跡了 那殺遺跡這一集可能會有點長 因為就是刷一趟遺跡用的時間還蠻長的 那我可能會分上下集或者是一集就是可能快三四十分鐘這樣子 那這個我也不知道我現在才開始錄 那我自己單人練習的話差不多都是需要快一個多小時才把一隻刷完這樣子 那特別是我今天這一次不會教所謂的速刷 我會教一個比較穩妥的刷法 那做生日新手也可以跟著做 蠻輕鬆的一個刷法你可以完全不用打怪 完全不需要你動手這樣子 那不過在這個開始之前我要先準備一下等一下下遺跡要用到的東西 那等等我會先去抓個岩屬 因為岩屬可以做那個岩屬帽嘛 我們上一次有降到 那要趁晚上他們出來的時候去抓他 那你要帶一個錘子用錘子去攻擊 那會打暈他然後把他拿起來 那放個石頭信他 然後錘子敲 OK 這樣子我們有一隻喔 這邊有一隻 OKOKOK 這樣就好了 那有了兩隻岩屬之後我們之前不是有那個 欸 莓果嗎 喔 被劈到 也好 加一下刨樹 我們之前那些莓果都可以拿出來 然後做一下那個 岩屬帽了 那今天我刷一隻 不會用機器人這隻角色啦 用機器人這隻角色就是樹刷了啦 我會採用火鋁去刷這樣子喔 那為什麼會用火鋁去刷呢 等一下下去你們就知道為什麼了 直接給成果給大家看就好了 不然我現在要快很多時間去講解喔 沒畫面也很難講解了 我先準備一下我等一下要帶下去的東西喔 喔 這個草跟樹枝一定要帶 那黃金跟岩屍就 看你要不要帶 喔 黃金 還是 因為黃金跟岩屍地底可以撿得到啦 地震的時候 那會帶黃金跟岩屍是因為 我們到時候會用那個 用那個什麼啊 鎬子跟錘子喔 鎬子跟錘子都是要用到黃金岩屍來蓋 以及那邊有很多那些機器可以用錘子敲開啦 所以一定要帶錘子 然後我們這邊 欸 岩屬兩隻 然後兩個電子元件 再加一個發光莓果 喔 就可以做出這個岩屬帽了 OK 那剩下的先包起來吧 那提蛋可能不用帶了 好 先這樣子 還有一些東西要拿啦 不過我們先換角色吧 那這一次雖然說是用火鋁去刷遺跡喔 可是我在換出火鋁之前 我要先換另外一隻角色 另外一隻角色是鋁工匠 那鋁工匠這隻角色呢 以後也會有機會再把它換出來啦 所以它的 它有一個特殊的 建築列表 這個是它專屬的 那這個我們以後有機會再講喔 今天主要換它出來呢 是為了它可以蓋這個 膠帶 它這個膠帶是跟衣服這邊的 陣線包有同樣的效果的 那陣線包 你八個蜘蛛王蓋出來 能修復五次衣物 那這一個 膠帶 你用一個蜘蛛王蓋出來 也可以修復一次衣物這樣子 那鋁工匠出來的時候也會自帶三個啊 它是另外一種版本的 陣線包吧 而且它比較方便攜帶 因為它最多可以疊 40個 那為什麼要做這個東西呢 因為我們等一下用火鋁的話 火鋁會有一隻玻璃喔 火鋁的玻璃是 算是一隻坦克啦 它可以幫你打怪 可以幫你坦怪 那對於你刷遺跡來說 是一隻 不錯的 坦克這樣子喔 那 你可以完全交給它打 那如果你要完全交給它打的話 你的玻璃會一直壞掉 玻璃壞掉的話 可以用陣線包或者是膠帶去幫它進行修復喔 所以這邊會大量用到這個膠帶 那如果你要帶陣線包也是ok 只是說陣線包它只能修五次 而且它每一個都會佔一個空間 很好空間 這個對於刷遺跡來說 不是一件好事情 因為我們刷遺跡會拿到很多東西喔 你身上盡可能盡空啦 多一點空間你才能把遺跡裡面的東西帶回來阿 阿當然我不會把所有遺跡裡面的東西帶回家 因為有些東西是 嗯不需要把它帶回來這樣子的 那 而且我要蓋一個箱子在身上 對沒錯 因為到時候我們會把一些東西留在遺跡那邊喔 應該還剩一個 喔還剩一個木板 好 然後剛好這邊有這個 這個可以拆掉了 一直都沒拆 那應該會有兩塊木板 那我們就先把箱子 放在身上這樣子喔 我們不是這邊之前有打龍鷹那些 黃寶石 城寶石這種嗎 阿這種就是在地面上面沒有任何用處的啦 這種東西不需要把它帶回地面 到時候就會讓它留在地裡遺跡那邊喔 那我們來就不用帶太多 等等這回刷了 雷剛堂士殼也不用帶啦 因為我這次應該是不太會打怪這樣子阿 然後我需要帶一個鏟子 OK 那基本上行裝就是這些了 那護腳我也不會帶 因為這一次這個玩法 你可以完全不打架 當然你也可以探刀打一下 就看 看你要不要這樣子做啦 完全不打架的話 那帶護腳還是沒什麼用 來 直接火履 火履換出來之後阿 它會自帶一隻薄梨跟打火機 那打火機就是火把的一種啦 這個就不多講了 那重點是薄梨喔 那這些薄梨可以在 火履理智過低的時候 基本上是貼近零的時候 它會變成一個 欸 很大隻的薄梨 喔 它會放大 然後出來幫忙這樣子喔 那 那個狀態的薄梨 很坦 很性 仇恨 很適合用來刷遺跡這樣子阿 對於新手來說 算是非常友善的了 那我會建議說 你要帶兩隻薄梨喔 那薄梨是可以在這個生存這邊 用這些材料去合成的 那比較難取得的是 鬍鬚了 如果你有玩威爾森的話 可以刮他的鬍子 如果你沒有玩威爾森的話 你可能要去弟弟裡面 打那些黑色的兔子 打黑色的兔人 因為 兔人在你理智低的時候 他會變成黑色 那或者是去打猴子 也會拿得到 那如果你沒有星星拿得回來 那就是沒有這種材料的話 也可以 多換一次角色 那同樣也是可以刷出一隻新的薄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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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薄梨進來的話 一定會自帶一個打薄機 跟一個薄梨這樣子喔 那我們這個先丟到這邊了 嗯 它沒有任何用處 好 然後這些東西就是我們等一下 下去會用到的 那礦工帽 礦工帽都是用來照亮的 然後這個鏟子等一下呢 下去會用來產一些蘭蘑菇這樣子喔 蘭蘑菇是刷魚雞一個不錯用的食物 啊當然如果你是屢戰的話 你就不吃蘭蘑菇啦 那熱人石可以繃帶 因為弟弟不會過熱 那如果你的格隆姆便便夠多的話 也可以吃格隆姆便便 那格隆姆便便跟蘭蘑菇都有一個共同特徵 就是 他們都會扣理智 而且會回血 那這個等一下我會再特別講解喔 我看一下喔 我的格隆姆便便好像不太多的樣子 這只有11個 好啦 拿著先吧 OK 那基本上就是這些 我們就可以出發了 啊 軟石不要帶 啊沒關係啦 沒關係啦 我們先丟在那個 洞窟門口就好了 那只要你離開家裡面啊 它就不會自然了 影帝會燒起來是因為你有 玩家在附近 它才會 那邊才會燒起來 所以你下地洞的話 你就不用擔心上面會燒 喔 進入移植之前喔 我們還要去繞一下那個光狗平原喔 因為上一次我忘記把哈奇找出來了 來 這個 這個就是地底的赤士特這樣子喔 你找到這個東西 把它撿起來 那哈奇就會出現了 那這個星空啊 它一定會在這個 光狗平原這附近 你就要找 喔 那有時候可能會被這種草擋到啊什麼的 你就注意一下啦 轉個視角 找一下 找到它就是一個移動包包了 就可以把東西放在它裡面 那你會放光果在裡面 它會有一個 範圍裡面的發光這樣子 那這個光果爛掉之後 它那個光就會沒有啦 不過很夠用啦 就剛好這邊有一個藍蘑菇森林喔 我們要在這邊採一些的藍蘑菇喔 那這個大概挖個一組就好了 那這邊我會直接用鏟子鏟起來啦 雖然說這個根部就沒了 可是也沒差 因為 我們基本上都只會 用一次吧 這個方法 以後就會換其他角色 或者是有更快速的刷法 今天這一集算是服務那些 不喜歡打架的 或者是覺得 那個椅子裡面很多怪阿 很多影怪很多齒輪怪 覺得很恐怖的玩家 希望你看完這一集之後 呃 可以開著火旅開開心心的殺遺跡喔 因為火旅殺遺跡其實還 嗯真的不太需要打架 你真的只是把工具帶進去 然後挖 呃 然後就回來了 那 當然還是有些東西要注意的啦 不過這個 我們先收集這個藍蘑菇吧 這藍蘑菇是等一下用來回血的一個手段 因為藍蘑菇可以回這個 二十的生命值喔 而且因為它是蔬菜的關係阿 蔬菜進食的速度會比那個 肉進食速度來得要快喔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基本上你吃兩個蔬菜 所用的時間 比吃一塊肉還要短喔 所以這邊回血採用藍蘑菇 也是因為它是蔬菜的關係喔 喔 你吃兩個 比起你吃一個餃子還要來得快 而且藍蘑菇兩個就回40了 也就等於那個餃子的回血量了 所以這邊會採用藍蘑菇 哥倫文年義就是藍蘑菇的升級版本 哥倫文年義有沒有記錯的話 是回40的生命這樣子喔 而且他們最重點是降理智的部分 那記得我剛有說到 薄梨它要變大的話 你一定要讓火裡的理智很低 薄梨才會變大出來 所以這邊為什麼要用這些降理智的食品 喔就是讓火裡的理智壓低 這樣子我們才能讓薄梨出來幫忙 去打那個幫我們清那個遺跡喔 阿當然薄梨其實在這邊算是個消耗品啦 它的這個100%是會扣的 那它扣到0的時候它會變成一個 它就沒辦法再變大啦 那這時候都需要用到這個膠帶 幫它修補喔 那所以這邊會用到兩隻薄梨就是 讓它們交替使用喔 那路邊可以採一下這些小莓果 這種小莓果也可以用來補充那個 岩屬帽 岩屬帽 然後岩屬帽我會放在這邊按鍵的第一格 因為你可以方便按1 然後進行切換這樣子喔 通常你的大四野 大四野才會用岩屬帽 像是這種已經探過的地方 我一般是不會用岩屬帽啦 如果你要省的話 一般是不會用 那這個小發光莓果就可以直接補充這個岩屬帽 那岩屬帽如果到0%的話 它是直接燒死喔 它是跟這個礦工貓或者提灯不一樣喔 所以要注意這個補充 其實你找一找這個平原應該還可以採到蠻多這一種的 美果的 那這種美果吃下去的話 也會有一個角色自帶發光的效果 只是說它這個效果不會維持很久啦 那如果你要長期維持的話 你可能要一直吃一直吃這樣子 我們上次是判斷這邊有可能是遺跡喔 那我們就先從這裡進去吧 那這裡也可以採到這個苔藓 這個苔藓對苔藓來說也是一個很好的食物喔 這隻可能先打掉喔 因為這個苔藓除了可以回寶石以外啊 它還可以扣禮的禮制喔 所以一般苔藓這邊選擇的食物啊 都是盡量是以扣禮制為主喔 我們直接進去找猴子玩玩 因為這邊的猴子 如果你想要那個 那個玻璃的鬍鬚打這邊的猴子也可以獲得 只是說你要先等夢魘循環啦 夢魘循環它們會變成黑胯的猴子 黑胯的猴子打掉才會有鬍鬚出來喔 目前這些猴子只是 就只會繞勢而已 那建議 先不要放東西在這個哈奇裡面 因為它會翻出來喔 這個猴子會跑過來翻那個哈奇這樣子喔 那基本上我會進入到那個椅基裡面 才會把東西放哈奇身上 然後哈奇也不會帶出遺跡 到時候會直接放在遺跡那邊喔 這個我們等一下之後再講到吧 OK 那 欸不過我身上也滿了啦其實 我剛剛都直接生吃那個肉了 沒差 因為從這裡開始我們就不再需要理智了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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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來來來來 我們讓玻璃出來坦克 哈哈 喔 理智歸零 基本上 玻璃就會幫忙打了 那像這種苔藓也可以降那個理智 OK 那無論是影怪還是什麼怪的 我都會幫你彈好彈完喔 那這個時候就看你要不要彈到去幫忙啦 你不幫忙的話也沒差 不過你注意就是你彈到那個怪還是會打你喔 你也要小心走位喔 就不要太貪 OK 那這邊剛好拿到一個發光莓果 發光莓果可以等下來進行這個岩屬帽的補充 來看一下喔 猴子好像還沒有發瘋喔 嗯 不過沒關係 因為我們有玻璃的關係啊 這個猴子很容易清喔 我們等等沒有食物的話可以出來打猴子 因為猴子死掉的話一定會有那個香蕉跟小肉這樣子喔 目前好像也沒有那麼快到夢魘循環 所以我們就 欸 先進去吧 那自己注意一下就是你的理智如果回太高的話 玻璃會 縮小 那縮小的話 啊 這群猴子 嗯 猴子我不建議這樣子打啦 如果你打的話 欸 其實也沒差 因為他們生氣的時候會往你身上丟便便 那丟便便會降你角色的理智 那而且 欸 這邊 玻璃也有一個優勢喔 正常其他角色你不會看到猴子衝過來打 那是因為 玻璃有這個吸引仇恨 連猴子也躲不了 正常其他角色你會 一直追不上猴子打不到他啦 所以這邊玻璃也有一個這樣子的優勢啊 蛤 猴子會想過來揍玻璃 然後我們就有機會去把他殺掉 那這樣子就有香蕉跟這個小肉了 哇 我還沒有進椅機 我的身上空間已經全滿了 我們先把一些不需要的用掉好了 剛剛探完這裡了 這裡沒有東西 所以 應該是這邊 嗯 啊 當然這裡還可以過去 可是你看 這邊應該是鏡頭了 所以應該是這條插路 看一下啊 這邊也有一些猴子 那因為你的理智寶持很低的關係 影怪一定會一直出來啦 可是這種影怪 基本上也不用你去打 玻璃會幫你彈住 你只要記住 玻璃在倒之前 啊 你現在沒有 你沒有裝魔咀也看不到他血量啦 可是 欸 你看到他倒下啊 那就是 馬上換另外一隻出來了 那其實最好也不要殺 這種理智的影怪最好不要殺 因為你殺就會 回復理智了 那等等會遇到夢魘循環的那一種影怪 那一種影怪就 你就可以打了 因為 那種影怪你 打死了也不會回復理智這樣子 啊 當然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 理智太高就刻個 藍蘑菇或者是 格羅姆連翼就好了啦 或是這邊的苔藓 也是 很好的降理智手法 然後 好 這猴子我不管他了 先把 要記得不要拉太遠喔 拉太遠你的玻璃會 縮少喔 超過一定範圍之後 玻璃會變成小隻的 OK 我們這樣子過來 這個猴子已經為我們帶來很多食物了 所以 真的不需要帶任何的食物下來喔 有了 這裡開始就是這個遺跡入口了 喔 玻璃收起來了 因為我的理智 太高了 那我們 從這裡開始 就不會再遇到猴子了 所以可以開始把一些東西放到 而且嘴巴裡面 它就不會再被猴子翻出來啦 盡量可以放一些建材 到哈欽裡面 嗯 那 光果也可以先放進去吧 然後 啊 這莓果用掉 補掉 OK 那我們先用那個 礦工帽 那像是黃金這種建材 它是用來蓋工具的 蓋稿子的 就先放進去 玻璃剩1%了啦 那基本上到0%再修也OK 不過1%也 放出來也撐不久 就把它修一修吧 好 好 那我們就 進去裡面 欸 這個夢魘燈 亮起來了 喔 這是 影怪 會從這邊出來 那這邊出來的影怪是 不會回理智的喔 剛剛有說到 所以這邊的影怪 也就會幫忙打了 那遺跡裡面最常見的 也是這種影怪喔 那如果你的理智不夠 底 你可以靠近這個燈喔 靠近這個燈會降的很快 可是最好的做法還是直接剋了啦 可以剋個小肉啊 小肉也可以直接降理智 然後理智降的夠低 玻璃就會變大了 好 那 他出來基本上很坦喔 可是 也不要過分依賴他了啦 雖然說他是輕得完啦 可是可能會耗掉一兩個交代了這邊 所以 能幫忙就幫忙 我們就站在外圍 看一下 注意你打他 他也會打你 至少他會還 還一下的手 然後才會去 回去那個 躲躲你那邊 所以你這個就自己走好位就好了 這個比起你自己打一群簡單很多了啦 你就只是在附近探到而已啊 那這個就是夢魘循環的時候的一個應對手法 喔 只限火旅喔 你其他角色的話就要變成一個人去單打這一群的影怪喔 這個就很講技術喔 所以你其他角色的話我建議你先不要靠近 這種夢魘燈喔 不然你會 被揍到死喔 你的 技術還不夠的話 欸 今天用 火旅的話會相對簡單很多啊 你其他角色就不要這樣子做就好了 喔 看到這個燈亮起來就先離開了 我剛剛看到那邊有一隻主角喔 那 我們可以看一下 其實我們打這隻 馬的時候 有可能會叫請他 有有有 他會出來幫忙 那也會 剛好引到那個溪流 這也是軍事區啦 這邊會有兩隻溪流 一隻主角這樣子喔 那 柏黎很快就倒了 因為這個量有點多 啊不對啦 柏黎是剛剛已經打完一輪影怪啦 對 所以 嗯 他的血量本來就不多了 來 我們讓柏黎起來 我們在這邊打 那 讓 柏黎去吸引主角的仇恨 主角其實來到這個位置很不錯 這樣子 他靠近柏黎的話 他很容易會被戰車撞到喔 嗯 我們這邊先 先修這一隻柏黎 這個情況有點不妙 喔 因為柏黎很容易 死在這裡 OK 那有什麼事情的話 馬上把我手上這隻柏黎丟到地上 欸 他已經死了是不是 好好好 有點多喔 我來戰車撞過來 剛好撞到主角 也可以幫忙 打一下主角了 就像戰車 你看 他把他的同伴撞死了 這邊就耗掉我三個膠帶了 因為這個數量真的有點多喔 喔喔喔喔 我邊應該打的 好吧 沒差 再吃個 拿蘑菇就好了 好 這個是我完全 我基本上沒再打的情況啦 啊 他只先放遠一點 不然他會被撞死喔 他只先放遠一點 我們 呃先過來 先過來這邊 先過來這邊 好好不要再打哈奇了 好好好 如果你有幫忙打的話 他們會死的更快啦 好 你的岩屬馬要省一省了 記得喔 你的第二隻薄梨要隨時都準備好喔 不然 會很 很刺激喔 呵呵 啊基本上就是重複這個動作 一直修薄梨 然後一直放出來 然後讓他們打就好了 你可以在旁邊 去敲這些東西啊 去挖他的燈座啊 完全不用擔心他會打你喔 因為薄梨的仇恨真的吸引得很好 可能有時候會有漏網啦 可能會有一兩下打到你啦 那這個也沒辦法 嗯 不過不會 不會中太多下啦 除非就是薄梨已經倒了 那如果你人多的話 呃 大家幫忙去打一打那個 齒輪啊 或者是影怪啊 其實 薄梨就不會耗得那麼兇了 像我們這邊一輪下來 大概用了五個膠帶喔 主要是因為 剛好我打了三區的齒輪 這一區跟這一區跟這一區一起打 那 在這麼多的情況下 我們也是活下來了 而且 我 我也沒有中太多傷害喔 就算中了這些傷害 我們有 哥倫姆連液跟 蘭蘑菇回來喔 這血量一下就回來了 那 這裡呢 我會建議你做一把 幻星 在這個祭壇 你隨便找到一個破損的祭壇就可以做了 那 這邊 直接用兩個黃寶石 那你也可以做一個綠寶石項鍊 然後可以 減半那個劍材喔 這樣子 帶著它 再蓋這個 呃 幻星的話 它就只需要一個黃寶石 就減半了 本來是兩顆嘛 這樣子可以省一顆黃寶石 好 有了這顆幻星之後 基本上就 岩屬貓可以先不用了 那 以後看到哪些地方會需要大規模的打怪啊 我們就 剩一顆幻星在那邊 我們就先清這些 齒輪吧 好了今天的影片呢先到這邊結束吧 那這次刷魚雞的我刷了一個多小時喔 所以我可能會分到三到四集來 慢慢講解 因為裡面我覺得很多細節重點我都想給大家看到啦 所以我不會剪太多 所以可能真的會分得好幾集啊 那我會 每天一集 嗯 你們就期待一下明天那一集這樣子吧 我是小葉 我們下一集再見